你就 我是冤枉的 你说我 我就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生意人 你说我从小到大 我小错误都没犯过 不是 小错误经常犯 大错误 我也没犯过呀 这完全 用不着你们警察叔叔嘛 对吧 接到大妈就能给我办了 警察叔叔 我真的是冤枉的 给我一次机会吧 长官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说我从小到大 我是小错误 你们就 哎 搞错了吧 他们连 连警方军复复复复复啊 王彦斌 王彦斌 你怎么知道我明白 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电话什么呀 你谁呀你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是 我看过你的档案了 我看过你的档案了 档案 我还没看过呢 哎 他们给我写的怎么样啊 你可不是个好孩子 废话 好孩子谁坐这儿啊 你呀也是派出所的常客了 这个我可不是吹牛了 就这儿 我从初中开始 哎 有事没事警察叔叔他就请我来坐坐喝喝茶去 有点小聪明 没用正道 想到命吗 可嘛 当兵 哎 你不当兵还有别的出路吗 啊 你看短短的人生就这么几十年 啊 你看你现在这样在路边混了 我敢断定 你最后就两条路 一条呢 是在监狱里 这第二条啊 就是在刑场上 一颗子弹 聊此一生 那我就喜欢这点生活你管得着吗 你要是我的孩子 哎 爹 可我不是你儿子 是 你不是我儿子 是 难道你要像你父亲那样 在人眼中 在人眼中 是个罪犯吗 这人你有什么管子 你管得着吗你 你摸着良心的味道 现在你这样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人生 我自己乐意 我给你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来部队 干嘛呀 当兵 就我这样能当兵了 你要真想当兵 我相信你有办法 你们解放军能给我什么呀 什么 给你什么 对 能给我什么 解放军什么也不能给你 他唯一能给你的 是汉水拟拟 牺牲奉献 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加入中国人民解析 解放军 接受最严苛的训练 把自己断照成一把利刃 一把搏制利刃 你父亲 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狼牙特种大队 要想进入这阵部队 你首先要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精卫的战士 你摸着梁下不得 你摸着梁下不得 现在你这样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人是吗 难道你要像你父亲那样 在人眼睁 是个罪犯吗 解放军什么也不能给你 他唯一能给你的 是汉子 拟拟牲奉献奉献 我联系过了啊 可人家派出所说 不到二十四小时 人家不给联 你儿子不是就在派出所吗 你让他赶快派两个人找找 不然我家老太婆 要急着跳楼了 好吧 帮帮帮帮帮帮帮 好嘞好嘞 就这了啊 你说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 怎么突然就走丢了呢 我当时就接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电话 然后拎着个包就跑掉了 后来就不见了 这真是把我急死了 别急 你可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医生灰 跟谁打架了 没事 把这关 到 过来 干什么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实事说 我遇到金雕叔叔 哪个金雕叔叔 爸爸生天的战友 梵天雷 梵天雷 你遇到他了 他来干什么 他来看看我 他来看看我 看你 嗯 这小子 不先来看我 他要看你 他 他要干什么 他没说 赶快 洗洗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谢谢去 爷 哎 哎 有件事我还是想不明白 说 您为什么不让我去当兵 哎 当什么兵啊 咱们家现在已经不去当兵的了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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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